欢迎收听玄幻多人剧《傲风》 作者 风行烈 由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三十克度制作 第九百五十六集 就在这个时候 另一道响亮的声音 却突然在他们耳边喝道 他何止侮辱霍林大人的声明 根本已经背叛了革命军 投靠秦燕 为了利益 便出卖了信仰 欺失灭祖 天理难容 随着雨声的传来 两道红色的身影 也越来越近 在视线可及之处 闪了几闪便到了眼前 是你 湘雨脸色大变 没想到傲风 居然也会来到这里 心中更为焦急 连声道 火秦林大人 您不要听他胡言乱语 这家伙才是叛徒 他是秦界高层 派遣到革命军的奸细 还在临行之前 立下过誓言 要效忠秦燕 我敢以性命担保 绝无虚言 我是敌方奸细 并在临行前立誓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没有和秦界高层的人接触 他们能告诉你 如此机密的消息吗 傲风一声冷笑 紧盯着湘雨君王道 他一路赶来 本来还在担心 传承被夺 没想到火麒麟 已经识破了 他的诡计 如今 他又自己露出了 这么大破绽 倒也省去了 他解释的麻烦 这 湘雨知道诗言 一张脸顿时铁青 明白自己 夺得传承无望 不禁愈发愤恨地 看着傲风 尖声叫道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如此说法 便是承认了自己 是个奸细 纵然我得不到传承 你也同样得不到 真是有够白痴的女人 赤不屑地冷哼一声 轻蔑地看她一眼 却懒得解释 反正这女人死到临头了 和她争辩 简直是浪费时间 傲风也嘲讽地 勾起唇角 淡淡看了湘雨一眼 而后 目光便转向了眼前的 这头火焰巨兽 右手举至左胸 微微俯身 行了一礼 扬声道 秦氏一族八代幻神 秦奥峰 见过上任麒麟圣主陛下 虽然 赤不待见火麒麟 奥峰却不能施了礼数 这头火麒麟 并非追杀赤的那个 他就将她当成了 上古时期的前辈看待 简短的一句话 便叫湘雨张大的嘴巴 顿在那里 煞时没有了声音 奥峰用最直接的方式 解释了所有的一切 这句话一出口 不只是湘雨吓得傻掉了 连祭坛上的火麒麟 也震惊地 将眯起的眼睛 抹得瞪大 骇然地盯住 傲峰 你说什么 火麒麟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 如果不是眼前的 另一位红发男子 散发出的气息 压迫得他十分痛苦 他几乎以为 是自己产生了幻觉 陛下没有听错 我就是信任的幻神 我体内拥有幻神能源 你应该可以感觉到 傲峰正色说道 一边全力催动起 丹田内的幻神能源转动 能源力 煞时活跃了起来 一缕银白色的光芒 已经在他指尖出现 这能量异常纯正 可比普通的幻能修炼者 要强得多了 火麒麟的灵魂感知 其实是在九星巅峰大君王的 以多少到了下个境界的边缘 能清晰地感受到 幻神能源这种世界本源之力 就像展风和秦飞宇的 那头五爪金龙一样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用傲峰催动 也可以发现 只是刚才他被傲峰吓唬到 才没有及时察觉 如今傲峰一催动幻神能源 感应尤为清晰起来 火麒麟眼中煞时间充满了惊喜 激动得全身火光直蹦 真的 真的是幻神能源 真的是新人幻神啊 天哪 我们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等到你了 他与声颤抖 略带哽咽 如果不是神魂状态 无法哭泣 说不定也以热泪盈眶了 得知秦妃与后继有人 每一个经过长久等待的上古时代强者 都会有欣慰至极的感觉 是的 我来了 傲峰坚毅地点点头 我会带领我们的族人 打倒秦燕 打败真神 为我族的信仰和愿望而战 现在 我们探幕的途中 遇到了一些麻烦 青龙圣主第二元神受伤 重伤不敌白虎圣主 还有另外一个秦界高层的家伙 手中握着一件 注入大君王灵魂力量的可怕君王器 我必须借助您的灵魂传承能量晋升 快些赶回去帮助他们 希望您能成全 他没有时间多说 只能简短地解释两句 道明目的 火麒麟倒是大约听明白了 毕竟是活了很久的家伙 老成了惊的 结合相遇刚刚所说的话 一切都可以解释了 他当下也眼露感慨地点了点头 既然八代幻神大人来到这里 我本来也该完成使命了 如今还能为您尽一点绵薄之力 那是求之不得呀 我的灵魂其实是以密法 禁锢在此地 无法离开祭坛的 为整个天罡大阵提供力量 其实这里是主人留下的府邸 只要掌握了阵眼 您便可以控制这个 已经布置好的阵法空间了 注入能量后便能加以辩阵 此阵法威力强大 甚至能够杀死大君王级强者 想要完全掌握他 起码也要拥有高见君王的灵魂之力催动 才可以 我明白了 奥峰一边心惊于天罡大阵的威力 一边又问 霍灵大人的幻神能源力 也在祭坛中心吧 他感应到的力量源头 就是阵法中央 正对火麒麟的腹部 是的 这能源力对于君王巅峰的强者很有帮助 主人的灵魂感悟多少有留在里面 而且能源力也是我们患能修炼者第二元神的重要核心呢 火麒麟说到这里 又忽然想起了什么事的 抬头道 哦 对了 您刚不是说 那位青龙圣主大人第二元神受创吗 将这能源力交与他炼化 应该很快就能让他的伤势恢复了 真的 那可真是太好了 奥峰文言 眼眸一亮 露出欣喜之色 要说不担心清雪的伤势 那是骗人的 如今知道 有办法可以让他恢复 他心中的一块大石也落了地 幻神大人 既然您说事态紧急 也不要拖延了 我们这就进行灵魂传承吧 火麒麟交代完了该交代的事情 玄机主动提出传承力量 奥峰身具幻神能源不可能有半分虚假 百分之百的是他们这边的人 他自然毫不犹豫 话到这儿 他又低头看了一眼 地上脸若死灰的湘羽君王 这个女人已经蔫了 直到现在 他才明白 原来自己一直针对的人 竟然是传说中的幻神 想想幻神的崇高身份 他这些日子以来的所作所为 简直像个跳梁小丑 奥峰从头到尾都没想和他一般见识 可他却偏要自寻死路 为了一点利益葬送了自己 此时才知道后悔和不值 但世上是没有后悔要吃的 对于叛徒没有人会姑息 火麒麟轻描淡写地向他吞了一口火焰 吃得一响 一名在外界也算是十分强大的三剑君王 就这样化成了汽水 紧接着 一股红色的光蕴 便笼罩到了奥峰的身上 耳边传来火麒麟的叮嘱 闭上眼睛 用心感悟元素之力 凝炼战魂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